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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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讀什麼課? 我現在讀信息工程 即是有關網絡 我的性格 比較上 會很社交 認識很多朋友 之後 我自己個人 在一些活動 或者一些 相處的時候 都喜歡做一些主持的角色 我在讀信息工程 我會覺得自己的性格 是比較開朗 樂觀的人 我會喜歡和朋友相處 但同時我都覺得自己 算是一個理科人 我會平時喜歡想 和分析一些比較 比較屬於事實的東西 多一點 我現在讀信是護理科 我覺得自己都喜歡幫人 平時都會 喜歡玩藝術 有空做藝衡 馬琪仔 和婆仔 和馬路 我現在讀信息工程師 我覺得自己的性格 要靜 靜就會思考多一點 然後 有些原味主義 我想宰呼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 比較積極的人 平時喜歡 跑跑跳跳 周圍走走 想到什麼 就會做什麼 你之前有沒有做過 什麼的性格測試 了解自己的性格 怎樣 其實都有 有時想說 會有做過 轉移 和我本身的性格 都很相似 都很準 沒有什麼特別做過 這個測試 都沒有 主要都是 自己觀察自己 沒有 要不我們今天 因為IEN這個平台 有一個 可以給大家分辨 自己人格的測試 今天會做這件事 可能大家都一起做一做 好 我是一個領導人 其實挺合理的 他有說到 我的性格就是有自信 有野心 外向 主導力強 和樂觀 這樣 那 還有 如果我自己的科 本身就是讀Engine 其實都需要有很多 一些 可能是一些項目 或者其他事情 都會用這些技能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個測試挺準的 而且都會幫到我 遲些決定 可能自己科目 或者職業上的一些事情 我做完測試 我是熱心人 他跟我說 我是友善 樂於助人 有同理心 可靠 不是有耐性 我覺得有一件事很重的 因為 就是做護士 什麼人要是 喜歡幫人才做 其實這件事很重 其次就是 有同理心這件事 有同理心這件事 其實 都挺觸碰到我的 還有 對我的未來發展 是有一些看法 因為 你做護士不單要幫人 還要去療癒家人的處境 所以 我覺得他也挺準的 就是這樣 我做完測試之後 他就說 我是一個思考人 然後 第二個 就是熱心人 他說 我的性格 是好奇深重 獨立 精確 理性 和比較內向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 都對的 就是我對於很多 新的事物 都會有好奇心 我會 經常性想去 去探索一些新的事物 還有 因為我本身真的讀CAM 我是會比較追求一些 精準一點的結果 我會看那件事 一些Logic上的分析 但我覺得自己 不算是一個很內向的人 因為我都很喜歡 講話 和朋友出去玩 就是我不是一個很喜歡自己 一個留在家的人 這樣 好 那一個測試 就說 我是一個行動人 我覺得 其實都 都相似的 因為其實 我剛剛也有說過 我自己是喜歡 去動手動腳 那 我覺得這個 做完測試之後 他都說 尤其他說 我自己不是特別喜歡 做學術的研究 我自己覺得 其實也是 有時候我都覺得自己 不是很坐定 在那裡讀書 或者在那裡做一些 比較死板一點的東西 那我始終都會喜歡 去動手動腳的 那這件事 其實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是讀 心理學 其實心理學都有不同的 一些路向 可能有些路線 是學學的路線 有些路線 有些路線 有些路線是喜歡的 那我做完測試之後 都會更加想多些 自己做事 應該是 去做一個 學術方面的發展 還是去做一個 實驗方面的發展 好 我的結果就是 文藝人 文藝人 有一個比較自我 原理主義 現在有創意 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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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情緒法 我覺得都挺進言 因為首先比較自我 就是我本身都是水瓶座 水瓶座 就會比較 比較外星 可能 其他人 難以他們 解決的世界 就是這樣 原理主義 也很準 就是好像 現在在電腦 可能是 踏曲 差一個分套 其實整件事都很嚴重 可能會有錯誤 做不到 可能原理主義 某程度上 都在這方面幫我做到 有創意 就是可能 平時一些大小事 想裝 有什麼問題 我都會 用一些比較有創意的方法 如果你都想知道自己是 什麼類型的型格人 不要想 立刻下載 I am 青年即學平台 這個APP 只要做一些簡單的測試 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是 什麼類型的型格人 還不快下載 下載